在钢梁上锁上金螺丝并且签上市长名字 广池博爱园区设在CGD 30号上午进行上梁典礼 市长柯文哲自此时表示 一开始过程非常艰辛 民众甚至撒名字抗议 但历经9次说明会和2次公厅会 终于得到民众和议会的支持 盖社会住宅不是预算编的 房子就长出来 今天来这里本人也是感慨万千 当年要盖广池的整个园区的设计 那薛晓鑫议员还没来 不知道当年的辛苦 这个9次的说明会 2次的公厅会 一定要先按照居民的需要去收集资料 然后回去再修改计划 然后再来争取里长的认同 过程当中 市长还是要清理前线 撒名字还是被攻击过 但是在一步一步的 当我们那个设计图慢慢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效的去说服里长的时候 慢慢大家就会支持 科文哲表示 要实现居住正义 当然不是只有靠社会住宅 事实上分为三个面向 社会住宅分级租金补贴 以及税制改革 缺一不可 要实现居住正义 当然不是只有靠社会住宅 事实上它有分三个面向 社会住宅 分级租金补贴 还有一个是税制改革 其实要能够有效的进行 绝不可 不过其中 社会住宅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因为如果政府手中 完全没有一个筹码 它很难去影响 这个居住正义的进行 因为台北市的住宅 大概是95万户 所以如果5%的 取个45度 大概就是5万户 广池不爱园区设宅CGD 契约金额约35.6亿元 规划新建一床一栋 地下四层 地上28层建筑物 完工后可提供476户设宅 渴望成为信义区亮眼新地标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